好,接下来要来看上礼拜的布瓦松分布 布瓦松分布我们看到上礼拜看到这样一个公式 fs等于s接分之1的负k次方k的s 这是课本的写法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常写这个k不会写k 我们会写让达 所以其实在r里面它是pois让达等于s接分之让达s 1的负达达次方 这两个是一样的,只是把k换成达达而已 两个顺序前后兑换 所以是一样 布瓦松跟泰勒展开式的麦克罗瓦瓦急速是有关的 它基本上就是从麦克罗瓦瓦急速弄出来 这一个很重要 上次我们有证明 为什么麦克罗瓦瓦急速要泰勒展开式应该写成这样 这个考试会考 好 那再来布瓦松分配的公式来源 这是我们上礼拜所没有讲的 公式 为什么是这个公式 为什么不是别的公式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 一开始看会很难理解 那我从维基百科里面找了这个证明 所以 它怎么证明呢 第一个 关键公式是Limit N区进行无限大1-N分之浪达N次方等于1的负浪达 那至于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你把这个N次方展开到极限 它的麦克罗瓦瓦急速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1的负浪达 你把S代成负浪达 不就是这个式子吗 这个式子其实就是这个N次方的式子 展开到极限就对了 那接下来证明的过程 只要你有了这个证明的过程就不会太难 因为我把二项分布CN取K 等于P的K次方乘以1-P的N-K次方 把N推到极限 当你把N推到极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OK那C的N取K不就是N接除以N-K接和K接 然后呢 这边P是什么 P在布瓦松里面就是N分之浪达 N分之浪达把它带进去 N分之浪达带进去 接下来呢 这个Limit的N趋近无限大 N接除以N的K接 K次方N-K接 问题是这个K很小 这K呢 基本上跟N比起来算是很小 OK 那当K跟N比起来很小的时候 我们把它这个假设叫做大AN 大AN 那这边呢 这里有N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里他的K接 K接被提出来 提到这里来 看到 K接提出来 那他反而把N接呢 N的K次方放进来这里 有没有所以即使他把这两个兑换了 那因为两个是乘法 所以这样兑换是没有问题 因为下面跟上面可以合并了嘛 可以合并所以这样兑换是没有问题 所以当他这样兑换的时候 你看这个N的K次方 乘以N-K接分之N接 那问题是这个是多少 那后面的这个提出来之后 大致上我们就可以独立出来 那你看 LimitN趋近无限大AN 这个LimitN趋近无限大AN 到底是多少 那他可以证明 这个AN趋近于1 那证明在下面 AN既然趋近于1的话 那剩下的就只有这一部分 剩下这部分 他就是K接分之Land K次方1-Land 那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布瓦松分配的公式吗 OK 那这个ESP 我写ESP 其实应该不太好 干脆就写1-Land 直方就对了 ESP其实就是自然对数的意思 好 那这下面AN为什么趋近于1呢 因为你看AN就等于这一个式子 这一个式子不就是N 乘以N-1 一直乘到N-K-1吗 因为这里是N-K 那N-K 这个括号-1 其实是N-K加1 因为有括号 好 那下面呢 还是N-K-1